尽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政治局的集体讲话中高喊 反腐败不成就会有亡党的危机 但是面对经济动能的趋缓 还有外部政治改革要求以及社会矛盾的高涨 习近平在接班之后面对此刻的中国 将会面临怎么样的困局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针对中共十八大之后 习礼体制登场 外界就寄改革与了厚望 那么在经济方面 请教老师引您的观察 习礼有可能透过经济改革 扭转当前中国经济困境吗 我觉得是不大可能 因为谁来当 其实今天这个机会都非常之小 因为他们今天已经走到 真的是要崩溃的那一种境界 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的说 有历史 然后我们来以死渐进 我们能够看到 最早其实就是西班牙 然后跟英国 他们在做改革的时候 西班牙原来的势力是比英国还强 他们都是靠大西亚贸易 不过英国因为有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以后 然后宪政 然后改革 法制就形成了 然后开放给民间的经济 可是西班牙还是王室 所以它制度是没有改 所以以后英国发展就比西班牙是来得好 另外一个例子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 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之快 经济成长率也很高 比现在中国其实还得高 但是也是谈话一线 因为他们重工业这样的发展到最后是无以为继 所以其实这个也有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些笑话 没有办法再仔细地讲 不过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这个例子是什么 就是清朝那时候八国联军 然后他们也要转迁炮利 要学西方 然后日本的明治卫星 其实也在学西方 可是最后证明清朝就失败了 日本是成功的 原论明治卫星是学制度 满清是学技术 那今天的这样种中国改革 其实是走向苏联的后尘 也走向满清的这种后尘 所以他们在自治的方面 你要进一步改革是不可能的 因为原来是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可是这个富起来是谁 是那些特权 而特权现在已经层层地握住了 有一些这样的机会 所以记得利益者这个特权 已经变成一个系统了 你要进一步去改革 那个成本是非常之高 所以今天是很难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礼这个体制 你说要进一步然后再去做什么 我想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真的一直在讲的 你要往这个民主化 这个民主化应该是有中国的这个内部 然后现在这个经济成长率会攒半 然后来以后 然后这个民间这样一种抗议 应该是越来越多 所以民间的这样一种力量 然后会使得比较 如果是你能够改革民间的力量 然后促使它整个这个体制 往这个民主 我想这个才有希望 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 还是要一段长的时间